現在OHA雲端教室和OneNote翻轉學習平台的這些教材和測驗已經可以做比較好的整合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OHA雲端教室其實它只有快問快答裡面的選擇題跟問答題 那選擇題的部分目前是只有支援單選 可是呢你在這邊就是要個別的再把你的題目做好 那如果我們是在OneNote裡面的話 它所支援的這些題目類型就比較多 畫畫的影片 你可以在上面做筆記 也可以在影片裡面出題 那我們還有就是來自網頁的教材 還有練習題 問答題 甚至像這樣的投票 這邊這個投票指的就是單選或複選 那還有塗鴉題之類的 所以在OneNote裡面的 類型相對是比較豐富 那透過這次的整合之後 其實 我們 在OHA雲端教室裡面 你也可以透過數位教材 這個選項 這個選項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 OneNote的 這些內容 你可以選擇 自己建立的課程 或者是你曾經訂閱別人的課程 那我們以自己建立的課程來說 你就可以在 OneNote裡面 把這些內容 先建立好 那我就可以在上課的時候 就直接引用 比如說我們 找到了 這個 常識題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的內容 就跟我們剛剛在 OneNote裡面 所看到的 是一樣的 目前 OHA 他所支援的 主要有 問答題 跟投票 也就是單選題 選按右手邊的話呢 就會用 OneNote的模式 打開 那選按 這邊的話 就會 以OHA的 模式來打開 那如果呢 有OHA目前不支援的 他就會變成像這樣灰色的 你就不能按 只能以OneNote的 模式在這邊來進行 好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以這個練習題來說 在OHA裡面他不支援 所以我們就 看右邊的這個 他就會自動以OneNote的 練習題方式 來做呈現 那麼在OneNote裡面 練習題 他裡面 可以是一題 也可以是多題 可以練習多次 直到達到 老師所設定的標準 提交出去 好 那我們再看 像這個 就是網頁的 那麼如果我 直接按這邊 他就會把 打開網頁 直接 另一個 分頁的方式 打開 對的 如果是 OneNote的模式 我們就會把這個網頁 開在OneNote的架構之下 那麼在右手邊呢 就可以在這邊 進行 比例的功能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問答題 那這個部分呢 OHA就有支援 所以我們按下這邊 他就會以 OHA的模式 在OneNote裡面的 直接轉換成 OHA的問答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我就直接用 OneNote的模式 打開 也可以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 像這個 投票題 也是 OHA支援的 所以你打開之後 他就會 一樣 轉換成 OHA的模式 那也可以 變成是 OneNote 所使用的 色眼題的模式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 下面的這個 就是 影片題 那麼影片題的話 如果你點這邊 他就是把影片 獨立打開 好那我們來看呢 你在OneNote裡面 尤其像我們在這一題裡面 我們有在影片中出題 那這個 螢幕呢 會在 3分14秒的時候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來稍微看 所以像這個部分呢 老師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 原本我們在OneNote裡面 很方便的 影片出題 直接融入到我們的 OHA銀丹教室裡面 以上呢 就是OHA銀丹教室 如何把OneNote的 教材 提琴 整合進來的一個使用方式 所以以後 其實您可以 算用 OneNote這邊 比較方便 做這些 教材 提琴的設計 那我們就可以 輕鬆的 在所有的 OHA 圓端 教室 每個班級裡面 你都可以 輕鬆使用 不需要在 個別 針對每個班級 去設定他的 快溫快達 這些內容 在這裏 做得到 可以 做得到